從前有班人在黃金商場外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仙達都認識我 現在仙達的店舖自己都做不定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多過你看Facebook 人們不看Facebook,現在看IG 誰救我,我契爺去Siftoff,我奶媽去Biel基 你算吧,Steve都很香了,Biel基都不知道在哪裡 小子,句句疼住了,你在哪位 我人稱打遍銅鑼灣無敵手,個個都叫我男哥 我單手打街吧,都可以贏梅元和砰 但EVO不是在銅鑼灣打的 你別管,看招 負越刀,負越刀,負越刀,負越刀 唉,其實想聊一下科技,聊一下電玩 又不一定是師兄,猛人,才子和神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聊一下科技,講一下電玩 還不少得搞爛Gag 我們就是科技雜碎 歡迎大家收聽科技雜碎網台版 隔了兩個星期又聽到我們的聲音 我就是阿軒 大王 大家好,南框 大家好,新年 我是嘉賓,墳總 你是嘉賓 你也叫嘉賓 又變了嘉賓 墳總也叫嘉賓 小出現就是嘉賓 彈出就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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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好啊 大家在佔我暫停五分鐘 你們先打完再繼續 你開口就好,有這樣的癖好 有這麼古怪 真的猜不到 今天回到這個124集的科技雜碎 今天繼續為大家送上科技新聞 科技測試錄和電玩新聞 不過科技測試錄應該就不用獨立成一節 科技界來說 經常獨立成一節這個測試錄 科技界十足十一七年的動漫電影業界 又不太好 各位聽眾記得收聽我們的節目 除了你現在在聽之外 閒時要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加入我們的Facebook群組 又或者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做齊所有的事情 逢星期二、四晚十點半左右 就會在我們的YouTube Channel上面 就有YPR放送室 播出當日出街的節目 另外有時候 我們如果有些什麼 要提早開始的 都會在Facebook出通知 如果有時候無緣無故加場 開OT 開多日 那些 就會在上面再通知大家 限時有時間打機都會在上面做直播 大家記得留意著我們台的最新消息 回到今天的科技集積 就好像平時這樣 先有科技新聞 而今天的科技新聞 阿堅哥是打算由一些硬的東西開始先說 對 先說一些強國的東西 真的強國的東西 對 最近久不久有些人在問我 最近如果買iPad 有什麼選擇 不想買iPad的選擇 有些人說得明白 iPad以外還有什麼呢 其實平板這方面 Android 沒有什麼廠商 不做 這間廠商 你整天沒有東西出 你自己Google都不出 你叫其他廠商怎樣跟著你 最積極應該是華為 華為和三叔 最出名的是這兩家 但是很多人都不買 三叔那些自然就沒什麼 華為那些就自己想 我們說得很圓 他們的規格是比較奇怪的 你不會看到高階的規格 他們出中階可能是用六系的U 甚至同四系都有 然後 然後 怎麼說 他們那些不是要打一些 高階市場 很多我們朋友想用的市場 很多想要一部速度正常 可能有時候玩玩遊戲 真的難聽說 就是當iPad這樣用 但我就是不喜歡iOS 有很多這一層的朋友 但是那些的Tablet 都是打低階市場 真的很低階 因為講究是千多二千元 內的事情 變成真的玩低階市場 變成我們這一層 就未必用得下手 所以就停了一段時間 以前大家叫小米平板 但都一段時間沒有更新 不過這次就 終於更新了 對 近來終於更新了 小米平板 出到第四代 為何會突然出來和大家說 原因就是 一來就是平板小選擇 二來小選擇之餘 因為 縱使是Android的平板 通常都是出十吋的尺寸 2014年那個年代會比較多 對 之後可能有些大屏幕的電話 興起了之後 就真的少見 你想想那時候 我們經常說 Sony出了一隻 又不是平板 又是大個電話那種尺寸 其實那時候 那些人說 會不會出更多一些 但是近一兩年 會更新的定期 已經是蘋果了 其他那些都沒有什麼品牌 會做 其實三宿近幾年的Tablet 都沒有什麼創新 或者什麼 比起五六年前是差不多完 真的 就算你說回iPad 它小的那部Mini 4 都幾年都沒有更新 所以如果要小Tablet 基本上是沒有選擇可言 小Tablet的意思是7吋 7、8吋 如果你說9吋、10吋 那些都還有些出的 都比較少 但是今次就 叫做小米 就在一堆系列中有些選擇 可以說給大家看一下 是吧 它出了一部8吋的螢幕 它賣點是可以單手拿的 它的官圖都是做一隻手摸著的 你看Apple那些跟它差不多 那些官網 一般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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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尺寸現在是少見的 如果你對於這一類尺寸是有興趣的 你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因為它其實用那顆U 是660的 Slam Dragon 不是很差的 那時候我沒有記錯 都已經去到820 以上的效能 我覺得都可以 更加可以的是它的價錢 因為之前 如果出一些Tablet 即是不算那些 山寨機那些 如果你出這些價錢 或者iPad那些 都要2-3千元左右的位置 是的 今次這一部 起手價最便宜入門 就是1099人仔 1099人仔 1099人仔 還可以的 那部定價還可以的 那部就是6系的 是的 如果你多付一些 好像多付兩塊 最便宜的那部 就是3GB RAM 如果你多付一些錢 就是4GB RAM 嗯 接著最頂的那部 1499 就有4G 可以給你插卡 我覺得 價錢來講 都是比較吸引的位置 即是它現在這一扎機 最貴的是1499 那部 是的 但如果1499人仔 計算港幣 應該都差不多1700左右 但是都對比起其他的選擇 都算是比較便宜的 算划算 當然你說如果你想玩遊戲性的那些 可能 未必有八字頭的那樣爽 但是六字頭 你可能做其他東西都很夠用 你微微玩一下遊戲 其實都很OK 其實六字頭 是的 因為通常如果要這些尺寸的人 除了打遊戲之外 很多都是喜歡看書 電子書 或者看漫畫那類的 那如果你說 效能沒有去到那麼高 但是你的電量可以保持得長一點 的話 我相信都有一定的需求 現在六字有時候就是打這一層的人 還有它也有過6000mAh的電 這樣就 以平板來說不算特別高 但是它官方就聲稱可以有12個小時播片 15個小時看書 這樣 都算是OK的 我覺得 因為你對於螢幕的尺寸 對於螢幕的尺寸 對於螢幕的尺寸 應該可以做到 但我聽說如果你想買來看漫畫 看漫畫片那些 應該都OK 不是聽學到 價錢都很划算 都OK的 唯一都是我經常說 是有心理關口 你自己用不用 這個都 講到那次都是自己決定的 有沒有說那個螢幕是 什麼resolution 1080p 哦 那就是普通看片 看照片看書都OK的 很夠用的 但是都是那句 給我就不會買的 因為真的 強國機買不買 真的是心理關口 喂 SUNNY我記得你之前 是經常上一部 看電子書那些 對 這部聽完有沒有吸引 其實都是大陸 就是大陸 也是這個 如果不是大陸牌子的問題 我應該買了一部華為回來 即是已經夠充了 不是 又未必 因為其實我這部 NASA 7未死 要我回來 我快 不是 要死很容易 我也知道 你想死都很容易 我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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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想體驗一下 這個都是 我們這個節目裡面 我幾個自己的取態就是 這方面是一個大關心位 但是如果客人聽節目 可能你說 我沒什麼所謂 即是用強國機我OK的 那你就不妨留意 說漏了一樣 它就 我看到有些網社 它是有個 螢幕的指紋辨識 哦 哦 那有指紋辨識的平板 我是印象中有不多的 還要這個教育 就是Android那邊 更加抵玩 這個真的各下自己判斷一下 就是 你以機論機來說 就規格是吸引的 即是如果你規格價錢那方面 也算是 那說完小米平板 那下一個要講的機 都是強國機來的 強國機來的 那就是OPPO 就是補補高 對 馬上就像說漏了一樣 說漏了 我當然要揭他的名字 對 OPPO的名字挺好聽 一說漏了 一說漏了 那感覺 人家改名字 只是不想別人提他 你就專門提回他 當然要提 對不對 專門揭人倉巴 那這個OPPO是想說 它那部新機 其實我覺得是 起碼是有點新意的 我記得之前是不是我們講過那部 它有另一部 它連續出了兩部 之前我們一直都有說 即是彈出了鏡頭 然後再縮進去 那個就是叫做OPPO的Nexus NEX 但是這一部就是另一部機 這一部就是OPPO的FINE X 嗯 嗯 這個就是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很有做數學的感覺 FINE X FINE X 然後圈著Here is X 那些 那是一部怎樣的機 其實就是一部他們出的旗艦機 嗯 最大的吸引位 因為現在 你知道那些死人 iPhone 那樣呢 出Q圓的那個死人 M字額 全舊部廠都在跟著 然後又很多都跟你說 那些要Full Screen的螢幕 就一定要有這樣的東西 這些我們幾會限制 講過定律那樣的 整班人都說了 鹹酸菜加牛什麼 對 那連本身自己呢 都有一部 Mix 2 的小米 它都要出一部M字額的 形象景 上次我記得你那句很正 你說那些機器不用 這個設計不行 那這部Mix 2 我吃了它 我就說沒事了 就好像吞了一把劍 就當沒事 那種 吞了它我就當你沒事了 但是這部OPPO這次 或者BOPPOGO 都算是 又 又是想想想想 就是 向離開方向去想想 你那些粗口 不是的 應該是向其他方向去發展 這個是我覺得是正面的 是正面的 向其他方向去發展 因為呢 就比較少 現在這個年代比較少見 就是一些推的方式去做 就是推 好像畫畫機一樣 對 這部機只要你開了相機出來 它就會在相機 自己 就彈出來 然後就 拍完就縮下去 這樣 一個推的 很簡單 整件事很白錄 很白錄 很棒 那些我喜歡 其實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推蓋的那些機 我也是 我經常拿來玩 我不知道很喜歡拿出來 推上去 推上來的東西 很有趣 那它呢 就不單止是那個鏡頭 是這樣的 那它裡面還加了一個 Face ID 嗯 是真正的Face ID 其他的那些 那些 都是用以前 Google Android 那個技術 而已 幾十年來都沒有 沒什麼人 搞突破 就像上次 OnePlus那次 我沒有記錯 是啊 三宿有嘗試過 但是效果就 不是太討好 那這個 那這次 Oppo Find X 說到明 是用iPhone X 它那個 紅外線的 那個器材 即是用那個技術 對 重要 因為它那個 紅外的技術 就是射到你的臉 那裏 然後就有一些 Point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 那個人 它射出去的 那些Point 是iPhone X的兩倍 噢 它說正確度會多於兩倍 噢 那這也要試了才知道 那就試了才知道 雖然我看這些 媒體的review 都不差 但是呢 我就覺得 有種奇怪的感覺 奇妙的感覺 有些微妙 因為呢 看過那些影片 那些介紹的那些 因為那個Face ID的 那個sensor 就放了在它推蓋的部分 那變了呢 你開機 開啟的時候 它就會 每一次開螢幕 它都會自己彈上來 就是當是機 marginal 然後自己彈上去 那個動作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很容易懷 非常好 而動作很有趣 但你adia 卻但是 你的感覺很容易呢 好像很麻煩 一點點 一點點 而且… 每次都這樣做 如果你要用它這個功能的話 你還用得多一個Power Ranger那一集變身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有趣的方向 這個是一個做法 但是你說是不是一個很好的設計呢 我會覺得它之前那部NEX會比較好一點 即是只是彈一顆出來 因為它只是我拍照後置鏡頭 前置鏡頭 它後面的相機是一般的 它是要自拍的時候才會這樣彈出來 但是現在這部機是前後鏡頭 再加上你解鎖的機器也是要這樣彈出來 那個關節或機械 那路算度太高 它自己說可以用到很多次 但是你也是自己拍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這麼耐心呢 那就有待觀察吧 另外我會覺得它舊的機器比較好的 除了它的升降鏡頭之外 它那部NEX那一部 它是螢幕裡面有手指鏡頭的 現在你這部新機是沒有的 直接沒有手指鏡頭的 那如果相比之下 我會覺得 NEX那個方案會比較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都是攻頂規模式的 對 但是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它的鏡頭的Vatio 就去到92.25 即是那條邊 很薄 透得很準 很薄 有興趣就可以留意一下 不過都是那一句 我們強國機 我們都不太順便 只可以高月說一聲 就是我們 這個節目 我只是幾位主持 自己買機的取態 都是分享了資訊給聽眾們 那你自己衡量 即是我也有一位聽眾 實在是用強國機 我都有一部公司機是強國機的 是的 我有一部聽眾 可能主主主機用強國機 也有這樣去的 如果說衡量過的話 OK 那無所謂 你看自己個人 我會給大家一個資訊 沒錯 那這部機 即是怎樣說 我覺得是之前NEX那一部比較好 但是 它的設計上有花心思 至少這部機 起碼它不是夠抄 它不是夠抄過MGR 它是有嘗試去做自己的 嗯 那這件事我是覺得OK的 嗯 即是個結果出地 大家接不接受 就另一回事 那這個我先說 是 接著來講一些硬件的東西 不過就不是說手機的東西 就是說鍵盤 那這個大和很喜歡的東西 也是的 我挺留意的 這個大和開箱 難一點 因為我差一點 那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有新的Keyboard 那這個新Keyboard 就不是純粹拿回一些 之前用的東西來做 就是有新的技術 可以說是 那有些人就用機械Keyboard 就只認識一間公司 就認識3VMX 很多姐認識這間 不是這間的話 全部都是垃圾 有些人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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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些混蛋 其實那些混蛋 還沒按過現在的軸 而且他有去好的地方 但手感真的很過人 很過人 而軒哥也想說一下 一些3VMX以外的軸 對嗎 對 Wazer剛剛發佈了新的一條 就是紫軸 紫色的紫軸 接下來會推出兩隻Keyboard 一隻叫Huntsman 另一隻叫Huntsman Elite Elite 聽起來很厲害 紫軸和平時的軸有什麼分別呢 說明是機械Keyboard 其實裡面有一些 mechanical structure 去做 即是有一條軸上學 機械軸那些 對 那他做Trigger的位置 以前那些都是用機械的 去做的 可不可以簡單說 直上直下 是這個意思 即是以前的 但你要直下去 那時候 他按下去那一下 到Sense 那個 其實中間 也有少許延長 大約是5個微秒左右 雖然人體 理論上就感覺不到 理論上你打機都不太感覺到 對 但經意是好過一般的Keyboard 對 現在Wazer這隻新的軸 他就不是用機械的方式去detect Wazer就改用一個紅外線的Sensor 去做 如果你的Keycap按下去的時候 會Block了紅外線的Signal 他就會收到那個訊號 這次Switch的Lab用那個技術 那個IR在裡面 detect你的線的動法 嗯 是不是抄人 那他那些低差很遠 現在說的Keyboard Detect 差不多 現在說的Keyboard 會不會拉遠了一點點 不不不不不 我在說一些新科技的奇怪的東西 那些奇怪的東西 不要再提醒一下 我先說一些正常的 奇怪的東西 不要運一些奇怪的東西過來 Razer聲稱他用這個技術 會不會反應比其他的 正常普通的Keyboard 他就說 全個Signal 給電腦去收的Signal 他中間大約5個微秒的Delay 現在這個 就是1個微秒的Delay 人體應該是解釋到的 但是我看過不少的Review 就說 他們以為是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實際玩樂 是真的有分別的 我真的要自己試才會明白 對 但是那些人說 打下去的手感 跟現在的機械Keyboard 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聽不到他們說 是近日族的手感 意思是那種直上直落的感覺 簡單來說 但是他只有一個手感 不會像現在的普通傳統 有什麼靜音 我印象中 Youtuber的留言 都是說 類似青軸那種響 乾脆利落的聲音 應該是 是那種手感 但是如果你想要靜音一點的選擇 他說做不到 他說只有這隻手感 可以做到 不過我這麼說 他的技術都很新 都要有時間 可能會有其他方法 變出來 就像Cherry Mix 其實都是隔了很長時間 才變成那麼多軸 他最初的不是那麼多軸 讓你選擇 其實鍵盤整個整個都會多一些 鍵盤都會越來越多 新技術去玩 試一下現在選擇 就是好像我有朋友 買過電容式那一隻 他就說按下去是不錯的 都有人會開始試一下 甚至有些軸 可能都會陸續其他軸 就像Logic 有自己做Wazer 之類 不過其實補多一點 他說用紅外線去做detect 這個不是他們手創的 不過他是改良了這個設計 之前是有些細廠可以使用的 現在他自己拿來 就是re-invented 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說那個手感和平衡 會做得比較好 還有這個做法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壽命會大大增加 現在你平常見到的機械鍵盤 他們大約按了壽命 他說是二十多三十萬次左右 現在這個他在說的是一億次 就是因為不用靠那個東西做觸發 機械的位置少了 那些部件少了 會比較耐用 因為以前Wazer族 經常被人說他的東西不耐用 不是Razer 就是Razer和Logic 經常被人批評說不耐用 當然也有很多人回答說 不是的 其實Logic或者Razer我用了很久 但是你真的人人情況不同 但是你見到較多 都是批評說他們的壽命差一點 那如果你說Razer 他現在的新族做的壽命好一點 那麼買的人 擔心的東西又少了 是 另外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我剛才不是說過他分兩隻版 一隻是Elite和一隻不是Elite版的 中間有什麼分別呢? 只差一件事 鍵盤底下有幾塊貼片 那用來做什麼呢? 如果你Elite那個 他可以加上鍵盤的手箭 哦 塞石的塞在那一隻 對,塞石的塞在那一隻 這樣就可以加入RGB 哈哈哈哈 嘩,真的很Razer 又這麼說 玩遊戲 這樣很多人說 期待他遲些 因為他現在有些金屬接片 你可以加一些Add-on 現在這個最初 加線 那就不排除遲些會有其他的產品會支援的 暫時沒有啦 暫時就只有這個RGB 因為你說RGB 剛才大家會少少 但是玩Gaming那一班 他們真的很喜歡RGB 對 那他們做回市場 要做那一班 對 如果你說你很喜歡打字 你當然不會選RGB 對 那這些個人喜好 其實暫時看起來 我也覺得不錯 其實我真的有點想試一下 挺有趣的 一來 價錢關係二來 我自己用 要沒有Number Pack那邊 我們等他遲些 沒有Number Pack版本 就再觀望一下 有機會 除了其他手箭之外 還差一點 就是他右上角 會有Volume Control 它是Multi Function 不只是Volume 它有一個Lit 即是像Logic那一隻 像Logic那一隻 我覺得 其實一一都 阿芬總 你做什麼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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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一一那隻 大王有機會開箱 他沒有Number Pack 我會想 但我等他出沒有Number Pack版本 先 你一個WASER 但是你說 一一那度 大家感覺上 好像吸引力 他應該是跟現在的 那些Top Model差不多 差不多 一七真的有多貴 我都覺得 但是這個看看 可能有機會出去老場 還是按一下 那 我想這個WASER族 有機會可以按一下 回來再跟大家聊一下 可以 那你為什麼笑這麼賤 覺得他遲遲很開箱 不是 說了我不要Number Pack 聽眾的 耳朵是雪亮的 我說了不要Number Pack 我摘不下桌子 可以了 你都說你沒有錢換電話 我現在的電話就還沒換 你不要說大聽眾 你專心做節目行不行 我好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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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搞笑 說定不聽 那不如說一下新聞 真的要趕快拔走 那我們說一下 那下一題 那下一題 我覺得新叔應該關係大一點吧 為什麼 我記得你好像有買這家 你好像買貓糧 你應該買罐罐 對 就HKTV Mall 現在就好像有新的payment方式 他接受payme 對 那HKTV Mall 就跟payme合作 對 你可以在HKTV Mall 買東西 就直接用payme去付錢 對 你在這個電話 你按給錢的時候 你可以選Payme 直接就彈到payme的app 那裡 你就做付錢的動作 那就會比以前用信用卡 或者用paypal 那就叫做多了一個新的方法 對 不過大家注意 HKTV Mall 如果你不是專櫃VIP Member 你都要買滿400元 才有免費快送貨 所以大家都要看 究竟你用payme是很少不敢付 還是你好像經常買 都要看 如果你家裡有養貓 要成為VIP會員 實在是輕言而舉 你貓餵食少少 你就吞架 即是你就做到了 都不用餵食少少 去不去吃東西 他剛剛推出自然就有優惠給大家 他就說 買滿400元港幣 用payme去結帳 入那個code 叫做payme50 的code 就可以馬上有50元的現金回賺 香港人最喜歡小便宜的 這些就 你這句話是香港人什麼系列 我也是香港人 其實也有趣 好像現在很少一些網友 是用payme去結帳 通常之前payme都是很個人對個人的 現在你是直接放到商戶那裡用的 就比較新聞一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突然記得另一件事 就是paypal可以用霸通增值 我也想說類似這些 paypal加霸通那個 我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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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不到 就是因為paypal 大家經常會用的 都是一些商業交易 或者是公司對公司用paypal 但是對我個人來說 我不是常用paypal 就是因為paypal 始終都會有一個手續費 就是某些交易也有手續費 而且他也收得不低 貴過paypal 對 所以你說 八達通 跟paypal的交易是ok的 我也覺得如果八達通 有多些電子用途是好事的 但是這個有沒有實際的作用 對我來說就沒有什麼 我有個問題 譬如你信用卡transaction 商戶是要付銀行的手續費 那如果paypal需要付錢 你說paypal 即paypal需要付錢 某程度的錢付銀行 沒有 暫時說沒有手續費 因為他寫在賣點那裡 對於商戶來說 更好過用信用卡 都是的 所以現在可能會陸續試一下 可能是他用你和其他 一些payment競爭的方式來的 那本身payme 最主要來說 都是來主於HSBC 那可能你HSBC 可以有更多優惠放下去 會推這個app 我覺得 這個有興趣試一下 不是那個payme 可能用途再多些 可能會有機會 多些商戶再用 可能也有機會 分期找數多大 這些是個人的私人恩怨 我們 可能陸續員工人有些商戶 沒有機會 最後去競爭底下 可能消費者 得益手續費少了 可以留意一下 那這宗新聞差不多 提到一件事 各位聽眾 如果你們真的用HKTV買東西 記得留意一下物流方面的問題 近來也有很多人反映這方面的意見 買東西之前記得小心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這樣就沒有了 是不是就下加一個點 下了 你也知道是HKTV的 你又不問清楚我有沒有話說 我剛剛忘了 我剛剛忘了 說一次 你真的被彈出來 吃了你那次 你這個傢伙 你私人別說 下一宗新聞就是一些 製式的軟件 對 就是關於大家的SD卡 雖然現在 人們都用電話算 但是如果你還在用相機 或者各樣的產品的話 其實SD卡 都是一個很普遍的製式 話說 最近我們現在用的SD卡 最大的容量 是2TB 是的 那隻SDXC的製式 但是現在的容量 實在是越來越不夠用 相片又越來越大 膏又越來越大 而且又要快 那它最近發佈了最新的製式 再上升多一點 那個叫SDUC 是Ultra 什麼都不知道 很厲害 是不是要播一隻Uricon 哈哈哈哈 ok 那它支援的容量 再加到128TB 128TB是等於 就是普通SSD 1TB就是1000GB 是的 是的 那加大了容量 還是有機會 都是理論 就是理論 就算現在的SDXC 都未出到2TB的SD卡 那是製式的問題 還有這些製式 不單是容量方面的改善 最重要的是速度的改善 它這個速度可以去到多少 985Mbps 是1秒的 嗯 差不多跟普通Card Bits 這次它使用的 它是使用NVMe的 就是電腦用的M2 那種的製式去做的 所以速度會比現在的快 好很多 嗯 如果是對速度有需要的人 就可能留意一下 不過9成呢 都是現在現有的產品都用不了 你要用就付錢 或者換機那些 也未必是這一代的產品 而且都未能這麼快會出的 因為你上代又老實實不夠用 就是以現在的機器的用途來說 那每天再推出新機 就可以開始裝 就可以再用了 如果將來你買機的時候 可能留意一下它的卡槽 現階段真的不用急著去追 現在不用急著 這個要新技術 跟大家提一提 新技術其實不止 還有另外一樣 另外一樣就是關於Wi-Fi方面 Wi-Fi呢 有加密的 是的 現在我們在沿用的就是WPA2 但是就被人遷移了 早了一年多兩年 我記得就被人遷移了 變了全部Wi-Fi都被人遷移了 現在就來了一個技術的升級 就是WPA3 是一個更加可靠的加密方法 但是現在現有的器材 如果你的廠肯肯給你更新的話 就有得更新的 即是可以軟件那邊更新的 前提是那間廠給你 要不然就要付錢買 大致上都明白 都是那類的 這間廠應該很多 可以做Satting Point 換新機 換新機 舊機那些通常都不理你 除非你買很貴的那些款式 那些真的跟足你很久 但是如果你的手機真的有更新 就建議大家升級軟件那方面 但是都是需要時間的 因為你的Wilder轉了 但是你連的器材又不支援的話 就用來搞的 其實一個新的制式出現都是好的 你也可以等下 看看其他的器材 例如電話或者Tablet 或者電腦可以支援的話 你安全性方面也會比較好 沒錯 這個就留意一下 如果有一天 可能你又要選一些新款的器材 可能他會說明這件事 大概就知道什麼 他說新的那些 即是Native Support 會在明年年初那時候會出一些 對 或者有時候有些廠 如果這麼乏心 真的會更新給你寫這件事 那你應該知道什麼 沒錯 不過大前提 有派給你先 我們科技新聞的環節 來到這裡差不多 但是我們這一節 是未完的 因為現在就要準備 這個 怎麼說這一節裡面的 後半 重點 前面的不重要才行 都很重要 前面的 但是現在開始 就是另一種 Style的科技新聞 很注目 對 聽眾現在很期待的 就是這個 科技測試錄 不過今天 就不是很多單 可以跟科技新聞 一起 再次融合在同一節 科技廠都不是很努力 其實是好事 不要緊 開一節出來 反世長的新聞 不是好事 我明白的 話說 就是一部 很多人喜歡的機 三星 三星的電話 被人發現了 是有個問題出現的 現在才被人發現 有問題 為什麼現在才被人發現 因為是新機 S9和S9 Plus 才會有的 還有你發現的問題 剛才是新宿名的七眼水 不好意思 現在發現的問題 是有創意過之前的 其實這個問題是很糟糕的 其實這個問題 我覺得雖然很糟糕 但是很糟糕有創意 很棒 這樣就有很多 三星的電話用者 在他官方的forum 就吵詭了 在那裡說 他三星裡面 就是他全部的APP 都自己寫的 不能用Google 其中有一個APP 就出了事 這個就是Messenger 即是發短訊 有什麼問題可以出來呢 就是他最近派了一次更新 應該是有漏漏的 那是什麼問題 你的說法好像很普通 不是 隔壁廠也是 也是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心的 裝描一些人 那這個Bug呢 嚴重程度是怎樣呢 就是有部分的用者 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 會隨便向某一個人去傳相 喔 還要傳出你整個相簿的相 是整個嗎 是啊 真棒 即是傳出相機卡 那些什麼東西 我很想當一些朋友 認識的人 轉機機用三星的 那些人之間 真的收照片 看相機卡 真棒 但他是用SMS的APP來傳 多媒體那個 應該是多媒體那個 那如果可能打爆你的資料 一定爆了 如果你整個相簿傳下去 那你真糟糕 那MMS有可能要收另外一筆錢 是啊 如果你是不同台 是啊 MMS要的 是啊 有外國的媒體 發現了這件事之後 然後向三星查證 然後他們就沒有回應 但是他們現在就給了一個解決方案出來 解決方案就是叫你 制裁了三星的Messenger 因為他們最後找到一個原因 就是把三星的Messenger 制裁了傳取想補的權限 那我不用你教學 我懂了 是啊 這樣才沒有這個問題出來 基本上可以斷定一定是這個APP的問題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你都知道是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了傳取相片的功能 會不會發文字Message 不斷發文字Message 那就不知道了 將你的Message 不知道什麼東西都傳過去 傳了一個聖經密碼 那這個Bug 傳了一份聖經過去 這麼糟糕 馬太福音不知道什麼 這麼糟糕 臭聖經新約家講的一次 哈哈哈哈 這個Bug主要集中在S9 Plus和Luke 8方面 就是最新的機器 總之就是最貴的機器 即是Luke狗沒事的 Luke狗還沒出 Luke狗就是變大了 Luke狗變大了 Luke狗變大了 因為它還沒出 可能到時候也有 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 這個真的很有創意 很有創意 如果現在真的傳了閃卡出去給別人 就挺好笑 即是傳了紅球時 被別人沒有 應該不是很高一點 這個是你而已 對 即是傳了紅球時 大家手機已經上到很多屏幕 它不止在官方的forum 有些上reddit那裏說 它的topic就是 My S9 Plus send my entire send my entire photo gallery to my girlfriend last liar while I was sleeping 即是現在 這麼多私人的手機 真是糟糕 其實是 那些工程師可能有心 即是 如果明星做sponsor 那些 這個女生蠻吸引的 就送一部S9給她 送69給她 不是 順便送69給她 不是 送S9給她 送67給她 是啊 其實就是想拿女明星的驗照 或者送給她的心儀對象 那些什麼 都可以 即是創意要給10分 創意分真的很高 創意真的 真的 我真的猜不到 即是說 我們這年 經常不是Apple 三星的Bug 大家都很有創意地 給她很多東西 我們笑 就是Apple那些 那些新的東西 很多搞笑 但倆創意到這次 真是Ranking 第一 你上次說計數機出錯 我已經覺得很有創意 好啊 創意我幾分鐘 那個是什麼 有個龍出來 那我吃法水要計幾錢 蔡奇隆給我撲嗎 這樣 我會笑 你好像套不到租 他本身這個租已經太大 不用套了 寫完照片都可以 他簡直是當了 Messenger是Bed Up這樣用 所以我想Bed Up 你朋友的電話裡 你又不用去什麼 跟Google Drive 那些東西 買大的容量 拿朋友的東西 你放爆他就可以了 好像可以的 這個新功能 Samsung Cloud Samsung Cloud 是Samsung Cloud 是P2P的 厲害 這個 我們很加許 三星真的有創意 有創意 這個真的 但是 有三星 又怎能沒有他 多好Buddy 對 Apple 自上次 我們講完WDC之後 這次呢 又有 話說了 那是什麼呢 自然就是 MacBook MacBook的鍵盤 現在的手感 非常厲害 轉了那隻 Butterfy的鍵盤 之後 那些評語 真的 很厲害 雖然也有傻子說好打 一字好評 你在哪裡找 大鑊 大鑊 很便宜 大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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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 提供出來 九成都是負面的 對 都是吵的 吵的原因 除了手感之外 最大的問題 是內容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用完一年左右 就開始這些鍵盤 按下去就失靈了 包括按著它 就會放在這裡 即是不斷長按 或者是按下去 沒有反應 或者是沒有反應 之類的問題 因為好像說 它的鍵盤太薄 所以 鍵盤太薄 所以 你有一層鍵盤 黏住了 就彈不上來 對 包括所有 Butterfy 鍵盤的機器 包括最初 2015年的MacBook 到現在 2017年的MacBook Pro 那些 全部分都 有這個問題 上次我問說 哪部有問題 我現在不是說 你一代 二代有問題 我是說你在座 那位全部都有問題 你扮蛋師兄 上次可以 現在Apple 正式推出了 一個鍵盤維修的方案 出來 因為在外國 經常有三宗官司 告告它 說它是垃圾鍵盤 叫它換一些用得的鍵盤出來 Apple現在做了一個維修方案 是全球性的 如果你是覺得 你的鍵盤是有問題的話 你就拿回Apple Store 它就會幫你 換一個新的鍵盤給你 對 是換一個新的鍵盤給你 如果你用一兩年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但一兩年之後 會不會要收錢 到時候就要收錢 我相信 你換過 現在它 叫做有回收 但是 那些人 就 走過去 普遍的YouTuber 因為我看的YouTube Channel 多數都是在那裏 這件事 那些YouTuber沒有戰略地去Apple Store 換東西嗎 我不用戰略 因為那些YouTuber 走上去 是跟他們說我的鍵盤有問題 這樣他就會換 正常你出了那個 那個維修方案 對 我以為他好像 衰仔樂園那裏 走過去 我是YouTuber 然後就換給他 哈哈 沒有的 他就說很簡單地去做 我看的那些留言 都是說 走下去跟他說 那顆鍵盤有問題 然後他就說會和你換 那為什麼那些人搖 有兩個原因 第一 你換給我的鍵盤 都是一樣有這些設計缺陷 所以很快就會有問題 對 第二 就是 你當初的設計 為什麼是 換不到 鍵盤 他這些問題 多數都是 裡面有一顆 就是有一些很小的層 去卡住 我難以為大家最容易理解 但給大家最容易理解 你當我鼻子黏在裡面 你可以這樣理解 我給大家容易理解 當然不是的 是微細層還有黏性的 可能是 對 初時 那些人在 feedback 那些鍵盤 按不到的時候 說有塵 初時 Apple就不是做這個回收計劃 他那時候就直接出了一份 街頭去說 怎樣去清理那個鍵盤 我記得那個節目那裡提過 對 他就說 把鍵盤75度角 對 要75度角 在這裡 蹬他 哈哈哈哈 為什麼 他自己 什麼部落 拿著東西在那裡 跳球員舞 不知道要跳什麼舞 喔 Bad Panther 即是一定要75度角才可以 對 他說不可以太多 他那份街頭寫明 75度角 不 或者配音樂給他 喔 喔 喔 多好啊 Hakura Matata 對 說要75度角 去清理他的 買那些壓縮空氣 在那裡噴他 即是75度 坐下坐下 坐下這樣才可以的 喂 Hakura Matata 會不會正式成為宗教 每天下午4點半 大家就向著太陽日落的方向 拿著一部傻眼目 對 75個 呼啊 呼啊 坐三分鐘 我想說他一向都是這樣 你早上看他開店都是這樣的 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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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就算你拿去那些 FIRT PARTY的維修 即是維修的那些店 你叫他幫人清理 其實是做不到的 為什麼呢 正常一般的鍵盤 都是一粒粒鍵來的 是 你可以拔出來清理 或者其他 這個Butterfly鍵盤 不行的 他要怎樣做呢 你要換的就是整個蓋換 嘩 都要連蓋 因為它是吸引了 吸引了 一兩樣 總之你一換 你就要整個蓋換 真的 所以就被人吵了 這個設計 可能有些人覺得OK 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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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 我可以換給我 挺好的 你說這個負責 我昨晚就打算進去看看有沒有怎樣維修那部MacBook 我發現 它的支援服務真的很好 它現在有七個維修方案 at least at least 包括什麼呢 MacBook和MacBook Pro鍵盤維修方案 13吋MacBook Pro沒有Touch Bar電池更換計劃 適用於沒有服務問題的iPhone7維修方案 iPhone6s耳外關機問題方案 還有的 還有的 iPhone6 Plus MultiTouch維修方案 還有 Apple AC廠 就是那個充電交換方案 還有一個應該是喇叭的 喇叭支援方案 還有的 我不讀完 下面有一個叫所有計劃 應該裡面還有記憶 就是你說 Apple的支援服務是多麼詳細和周到 那就是說它的東西有很多問題 是啊 其實前幾年我是沒有這些 是啊 早幾年沒有那麼嚴重 喇 我剛剛有一句 其實不要拿其他創意機給了 拿回我811年的iBook 只是底板有一次 有一次 但是那次免費換 我過了補過去照免費換 沒有收過我的錢 什麼都不用搞 但是你現在這些很明顯的keyboard問題 這一水過之後 大家心知肚明下水你過去就要收錢了 但是問題是 你有些人說 喂 你這部機用一輩子嗎 你的東西一輩子不用換嗎 但是問題是 你做一部notebookkeyboard 連領就會出事 這一刻你跟我說沒有問題 那我就勸他們不要用notebook了 去驗一下腦 驗一下腦 驗完腦 你這個人沒有腦 你不要用電腦 驗一下腦 所以我很想看看 那時候說這個keyboard好用的 那些珠黑衣是什麼表情 它不是不好用 它是壞的 哦 好用 對 沒有壞之前也很好用 好用還好用 你這個壞還是壞 你對 沒有 好耶 這盤腸又被我盆腸刺爆了 所以有盆腸我牽開了 我經常都刺爆了盤腸 你也對 不就是它對波是假的 但它也可以好用的 哈哈 不過它內用程度低一點 就是它開爆了 那你就換過 你說到F1換梯 對 對 對 這樣就這樣說 你們用家問題 鍵盤不一定要打 你打得大力 用家問題 我在想這部MacBook 怎麼不用鍵盤操作 你可以外置鍵盤 用藍牙鍵盤就可以了 外置鍵盤 外置屏幕 不如這樣吧 外置CPU底板 這樣我不能用我的手機 不行 我全部都是外置 沒有 不行 不行 不如用一次鍵盤打A至Z 之後 減掉工作檔 每次都會Copy & Paste 不如像以前的相機一樣 即影即有即用即器 即用即器 鍵盤也即用即器 鍵盤用完一次 就連部機都扔夠 打完那份Document 不行 所以我們覺得 很傻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還夠支持 有夠支持的 真的不是有人用電腦 沒有腦 研究了腦才 當然每個科技市場都有 所以Early Adopters 或者一些很前的科技 即如果你給我一想 或者例如前兩年的VR 或者是再前些的一些所謂指紋解數 你當年說指紋解數 大家都說怎麼用 現在每個部機都有 我覺得這些是會 你是說一些比較走得前的科技 或者可能現在的AR 都是走得比較前的科技 但是你會看到它慢慢apply下去 是用到的 喂 大哥 你那些設計 是不人性得來 是會壞的 你不人性得來 是真的先進 用到那我也算 即是以前機械有些Mecan Keyboard 經常被人說要很重才能打到 要很用力打 或者手會累的 真的 但你無可否認那時候 自己人說 但是Mecan Keyboard 你打錯字的比率 因為沒有那麼容易誤按 這方面真的比薄摸那邊做得好 或者他有時按外的手按 真的比那邊更淨 至少擺出來 大家已經知道這東西 比舊有的那些有什麼好 然後那些Keyboard 就再慢慢develop 再改下去 到最後現在 就出了那麼多隻不同軸的Keyboard 那就做到事情了 但是你那個Keyboard 我知道那些Fanboy 經常說 我不用那麼用力打字 就能打到 那就不按了 那就不按了 你就不按了 所以你就不按了 就是這樣 那部機器就說 不是的 它安排的 我不會打錯字的 有打錯字 我按錯 這個是神的安排 沒有分別的 那些人 我不是開玩笑 真是一九樣的 這個是哲學問題 到底有哪個Keyboard 設計出來 是可以做到打錯字 而不是打字 那個人打錯呢 不是 因為這樣說 如果你解釋Mecan那些 因為要按一下 力大一點 或者要按中 要先按到 所以你誤按是慢一點 不不不不 我明白 但如果是薄摸 因為以前容易按到 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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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令你打得不好 那阿軒哥 你玩不迷快的那一隻 你自己也放在那裡 你那一刻是不是打字那麼好用 我的機器呢 理論上就比我全家的機器更快 但我沒有拿來用 你搞定了 我們會被人說 是這個 怎樣說 火黑啊 是啊 火黑啊 是啊我現在錄音那部 就是MacBook Pro 那一刻 我收到iPad Pro在那邊 我家裡的MacBook Pro 一萬多元而已 我黑咬它 我黑咬它 我花那麼多錢來黑咬Apple 我整個屋子的iPad 我整個屋子的iPad 屌你 我正等於 那些人罵我們是索索的 沒什麼的 不是 我這些時候覺得 有時候真的很反智 不知道科技界搞什麼 有時候 科技界設定一個 但有 boxes 但有 boxes 有 boxes 他也想把 boxes 我解釋不太好 希望有一點 智力才去用電腦 我現在覺得 就是 外國那裡 的三宗公司 其實都還在 是 到時候會不會因為 它這隻 這樣的維修方案 而退化呢 到時候大家拭目以待 但好奇的問題 上網見很多 朋友說 嘩 腸出這些方案很負責 都看到一兩個人而已 那不敢泰國人說這些 說一個方案 剛才數了七個方案給你 只是說鍵盤 只是這一單而已 因為其實我想跟那些朋友說 因為上網說不可以看到那些 是因為他在外國被人集體訴訟三單 所以才推個方案 沒記住集體訴訟 他說知道他在飛機 我看別人的留言我沒什麼看 但是我看Youtuber那些 Youtuber下面的留言 多數都是罵我的鍵盤 Youtuber也是罵的 即是那些都拿不到手 大家追不下手 那我沒有去看那些很發聲的forum 那我就不知道了 真的有發聲過 隔著螢幕也發聲過 真的真的有瘋癮線 那些我沒有去看 那些就浪費自己的時間 我想這個應該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這個科技新聞加科技測試 遲到時間到這個 那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第二節 就會有電玩新聞的環節 今天藍哥就說 好像要多說一些小小一些 可能是世公司的一些出品 講完EV太佛鐵了 即是講一下其他Balance 那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第二節電玩新聞 再跟大家慢慢聊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完